还有中联办有没有参与给意见 或者梁特首有没有参与给意见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你会不会重推国教 我刚才都已经说了 我不会透露也不会评论 在早班过程的细节 我必须要再次重复或者重申 今天获得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主要官员 是一支有心有力有承担的团队 我亦都对他们充满信心 在未来五年我们会为香港市民做实事 有关国民教育的问题 我想大家是没有意义 作为中国人 在香港的中国人 我们当然要加深对于国家的了解 尤其是国家的发展 现在真的是一人千里 特别是对于小朋友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在我的竞选政綱里面 我对于未来的青年人的期盼 是希望他们成为有国家观念 有香港情怀 有世界视野的新一代 所以在用不同的方法 令到我们的年轻人 特别在年幼的时候 开始能够结立了我刚才说的国家的观念 香港的情怀 和世界的视野 相信大家都同意的 这位小姐 灰色山中间这位小姐 你好 香港01李同音 我想问回 现在看到你的班子 只有罗子光 一个政府外面加入的人 你怎么可以跟外界说 在这些旧人时下 会有一个新作风 做到你所说的 管治的新风格呢 怎么可以给外界一个 这么有信息 可以真的做到呢 我自己也是一个服务了香港政府 接近37年的官员 我也是已经进入去第三届的政治的任命 所以如果我作为一个旧人 都能够可以给到市民 有这个盼望 有这个信心 透过我提出的管治的新风格 和政府的新角色 理财的新哲学 是可以给到大家有新的景象呢 我就看不到 为什么同样都是长期服务 政府大日年资的 给我钱一点 除了张建宗局长之外 给不到大家这个信心 或者我多说一句 在我的政府工作的生涯里面 我曾经担任过 一个五千多人的社会福利署的处长 曾经担任过一个有九大部门 几万个员工的发展局局长 我深深感受到 在每一个政府的部门 每一个政策局里面工作的公务员同事 好 政治问责官员好 其实都是很努力 很热成 希望服务社会 他们需要更加清晰 更加明确的领导 在这里就可以令到他们发挥得更加好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竞选期间 为什么要这么清楚说明 尽管我是一个旧人 但是大家可以期望 在今年7月1号之后 我们的管制的风格 我们的行事的作风 我们的政策的考虑 都会给大家有一个新的景象 好 613中间那位校长 NOW TV 江荣宜 林太想问 刚才你都再提到 你希望有个理财新哲学 你早前也说过 想在财金的官员那里有个大换血 但是最终见到财金系统的支手 就是财政司司长这个位置 就没有换到人 你怎样跟人说 泰鲁姐怎样说服市民 其实你是可以实现到那个新哲学 还有那个大换血 你根本做不到的 第一就是刚才那个说法 我们是一支团队来的 所以团队里面的每一位团员 都会有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看法 既然作为团队之首的行政长官 是清晰向香港社会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一些新的做事的考虑 一些新的理财的哲学 整个团队的团员 都会是大家齐心协力 按着这个方向来做的 第二件事就在我的竞选政纲里面提出 其实在金融发展里面 我们是需要更加听不同的意见 我们既有一些在金融服务业的监管机构 也都有一些是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 属于是发展型的机构 所以稍后踏入下一届政府 将会由财政司司长 是领导一个金融领导的委员会 来对集思港益 希望将香港的金融业 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刘拉地银 林太太您好 中国日报李景津 你今天公布你的新班子的任命 你也曾经说过很多次 竞选期间想致敌改善行政立法关系 又说会每个月去立法会 但是今天那些泛民主派对你的新班子就口出恶言 也没有什么好说话听的 又说你这个是二楼班子 你觉得会不会影响行政立法关系 特别是你新政府和泛民的关系 在3月26日选举完毕之后 我就已经说会以后任行政长官的身份 就开始和立法会员的沟通 事实上在过去这两个月 多一点就已经和立法会员 先后有十几场的会面 正如立法会议员在会面之后 出来和传媒介绍 会面的气氛都是良好 大家也都是很坦诚去交流的意见 所以有了这个基础 我觉得在下一届的政府 我们会继续用这种坦诚交流的态度 也都多一点和各个党派 各位立法会员沟通 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留意到 泛民议员对于我班子的评语 不过似乎大家都说没什么惊喜 没什么惊喜也等于没什么惊客 所以应该是一个很平稳 很实干营的团队 我想作为长期在政府服务 甚至不是在长期政府服务的罗志光博士 都很习惯被人批评了 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最谦卑的态度 去接受批评 也都不会影响我们和立法会议员大家的合作 在后面的一位学生 在后面的一位学生 Wendy Wong 从RPHK Mr.Slam 港台的 林太太 你怎样会引入一个新的管治风格呢 如果只有一个新人 你也都说过 希望有更多年轻的人和女性加入你的团队 你会不会觉得你在这方面失败了呢 首先我在竞选的口号里面说得很清楚了 我说每一位主要官员 我希望下一届的政府是有一个新的管治风格 是更加积极去履行他们施政的责任 以及履行一个新的财政的一个哲学 其实每一位的官员都有我这份的一个新的管治风格的一个声明 所以我是很有信心 作为这个新的队伍的成员 每一位成员是会尽力去履行我竞选期间的一个口号 至于年轻人加入的队伍 我是很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的 但是你也都要理解 要去履行一个主要官员的责任 你是需要有一些经验的 无论是私人企业或者是政府里面的经验 那那些主要官员 你看到的主要官员 看起来未必是很年轻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会在其他的领域会有新年轻面孔的 那我们有些副局长 和一些政治的助理 那另外呢 在中央政策组 我是承诺了招募 是20名至30名的年轻人 也都会有些合约的制度 令到他们明白政府的运作 而第三 我希望你会见到更多 在政府的委员会里面 见到更多的年轻的面孔 在你当选之后 你就说过 其实你为了减少争拗 在后任期间 你就不会去改组政府 那见到今次的新班子 其实比如运防局长 都会有人质疑 他的背景是没有处理过房屋方面的政策 会不会就着你上任后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会不会去做改组的工作 另外就是 其实你今次的政纲 有没有信心是五年里面 都可以完成了 还有因为现在的政府 都有些劳工的政策 都是等着你去做的 有没有信心可以处理到 譬如对冲 标准公示 这些比较争议性的议题 谢谢 第一 没错 在我的政纲里面 我就说 我听到很多建议 有些是相当好的建议 是认为政府的架构 可以改变的 我亦都举了一些实在的例子 其中包括你刚才提到的 运房局 有不少的朋友都认为 运房局目前的工作范围 实在是太阔 而且有时运输的工作 可能和房屋工作 未必是完全是很接近的 但是考虑到政治的现实 因为在短短的三个多月 如果要改组 要经过立法会 将会是非常之困难 我当时都说 我不想为现界的政府 或者现在的立法会 添烦添乱 所以在七一之前 是没有进行过这个改组 至于在未来五年 什么是一个好的时机改组 现在是难以可以确定的说 一来就看我们的工作开展 那个顺畅程度 第二 都要看下立法会的情况 和行政立法关系 以至于整体气氛是否有利于进行一次政府的改组 至于在政綱里面 承诺了的很多工作 事实上是难以 难以在五年里面全部完成 因为有些工作是需要很持续去进行的 但是就你提到的劳工权益的议题 因为都是在现界政府里面 包括我本人和张建宗的司长 都很努力地推动 我希望在下届政府一开始 我们马上会做这个跟进的工作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或者有些揣测 说明天林太太很忙 所以她没有时间处理劳工议题 特别是强积金对冲 这个就未必是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作为扶贫委员会的主席 和张建宗司长一起处理了退休保障 和强积金对冲的问题 我认为这件事情 必须要尽快把它妥善地处理好 各位男士 林太太你好 香港电台的林岸山 你刚才在开场发言的时候 就形容财金的管治班子 是一个和你的理念 不辞意的no disagreement 其实觉不觉这个也是一个 颇低层次的合作关系呢 还有有盛传说财政司司长 未必是你首选的人选 你觉得他未来五年 可不可以做了五年呢 大家都知道 陈茂波思想 他在加入现阶政府的时候 是接我任做发展局局长的 所以虽然政务思想和发展局长 并没有一个很亲近的工作关系 但是从很多我以前发展局的同事的口中 我是知道到也都是完全是有信心 阿波是可以很努力 刚才好像我说 有心有力有承担 做好在不同工作崗位的工作 好多谢你提出的 我都想着会有记者留意到 我选择的字眼好像有些不同 在我提出的管治的新风格 和政府的新角色 是每一位的主要官员都认同 但是去到理财的新哲学 为什么我会选择财金系统的官员呢 是不辞意义 这个不是对人的 是对事 因为公共财政的性质 他应该更加审慎地来做 我自己也是曾经做过七年 公共财政的官员 我觉得如果连公共财政的官员 都是跟其他政策局的官员 总之你喜欢洗你就洗 这个未必是香港之腹 所以我选择了 我希望日日的财金官员 在不反对我们的理财 新哲学 就是说应该投资的地方 我们应该更加宽松去投资 应该收定的税制 就是让香港增强的竞争力 都应该有这个胆量去做 但是他们必须要做好财金官员 特别在公共理财方面的把关 那个角色 从而去符合基本法 第107条的量入围出的要求 好 我们最多问多两条问题 这位 林太太你好 有声电视 小峰 虽然你说你自己会有新风格 新管治理念 但其实事实上 就是人 真的大部分都是旧人 而且你之前有说过 找多些女性入国 最后只有陈兆茨一个 其实是你找人难 还是中央有很多意见 令你很多制爪 第二就是 其实袁国强 是不是短暂留任处理完 一地两检 之后就会离任 到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找人 是不是更加难呢 谢谢 第一就是 没错 在选举期间 我特别去到一些妇女的团体 我都是分享了 我自己都希望 有更加多有心有力 有承担的女性的人士 能够可以加入特区政府 但是今天有 Sophia都很好 Sophia会和我并肩作战 我们就会令到 整个虽然以男士为主的团队 都会有我们那种女性的温柔 更加是可以和市民沟通的时候 更加顺畅的 至于律政司司长这个问题 大家留意到 今天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 是由7月1日里申 是第五届的政府 所以并没有说个别的官员 他的任期是挺长的 不过当然 在每一届 特区政府的里面 大家如果记得 人事的调动 是曾经发生过的 所以如果在未来五年 因为个人的理由 或者有其他 现在未能够预见的理由 是要出现到 司局长的调动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要接受的现实 好 最后这条问题好吗 这位先生 林太太你好 信息宝是Joshua 也想问一下 因为外面有很多传闻 就是你找提名官员的时候 都得到部分北京或者中联办 都有表示意义 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竞选的时候都强调 新一届政府是要自己的事自己做 就不需要再靠中联办 帮忙拉票 或者是协助 其实你有没有把这个讯息 已经完全和新的班子表达了 他们是不是也了解你的意思是 他们自己去 不需要去靠中联办的帮忙 我相信每一位主要官员都很清楚 这个讯息 事实上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用这个方法去处事 不过我都在这里说一句 就什么是自己的事 什么是和中央有关的事 都要按着基本法来看 所以有关主要官员的任命 我在开始的时候都说了 就是行政长官是提名 中央人民政府是任命的 好 这个问答环节就结束了 我多谢林太 我们现在先请林太 和其他部分主要官员先离场 另外我们请三位司长 请留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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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另一個環節 我們首先請三位候任司長上台 請三位先拍一張合照